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不少沉寂娱乐圈多年的男艺人再度翻红 除了节目本身的热度 艺人们在舞台上的表现也非常圈粉 林晓峰凭借这当综艺进入了内地观众的视线 可能早前很多网友都不知道林晓峰是谁 作为大湾区哥哥一员 他应该算是里面人气最低的一位 在娱乐圈的发展也并不很好 林晓峰家境应该算是几个大湾区哥哥中最好的一位了 舅舅是迪龙 哥哥姐姐也在娱乐圈发展 音乐主持领域都有涉猎 在24岁时出演了第一部影视作品《爱情加油站》 由此进入了娱乐圈之后出演了很多电影 其中受关注度较高的就是《古惑仔》系列电影 除了演电影 林晓峰在2013年进军主持界 开始主持节目 后来还演唱了很多歌曲 甚至开演唱会也算是多期发展的艺人 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 但林晓峰的生活似乎并不富裕 与妻子康子妮结婚多年 一直租房子住 始终没有买房子 两人在接受采访时 林晓峰表示 她的生活并没有大众 想象那般富裕 一直没买房子 也是因为没钱 后来在岳父的劝导和帮助下 才买了一套面积很小的房子 因为面积太小 厨房都不能同时占两个人 虽说香港房价贵 但一个明星活成这样确实有点惨 在各个领域都有涉猎 但林晓峰并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一个领域 以至于没有经典的代表作 随着更新换代就被遗忘了 事业发展并不是一路高涨 感情生活也并不顺利 林晓峰最开始公开的女友是潘金华 两人在一起一二年 后来女友发生了意外 脸部和脖子被烧伤 当时林晓峰还信誓旦旦照顾对方一辈子 结果两年后就分手了 之后林晓峰跟康子妮谈起了恋爱 两人感情一直比较稳定 相恋没多久结婚 之后生下两个儿子 康子妮在家相夫教子 生活还算过得去 如今孩子大了 两人也在2019年买了房子 但却在2020年对外宣布离婚 之前没有任何征兆 也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离婚后林晓峰接受采访 表示如今自己独身一人 日子过得很爽 也很开心 同时也很感谢早年前妻对自己的陪伴 而离婚后 康子妮火速搭上了TVB的高管 两人各自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私下也维持着朋友关系 虽然离婚了 但两人在接受采访时 总会替对方说好话 这样的状态还真是不多见 节目中 几位嫂子现身拉票 惹得演播是低哥哥们大笑 彼此的感情甚是甜蜜 相比于其他几位大湾区哥哥 林晓峰这个孤寡老人 似乎也是怡然自得 并没有觉得他内心的孤单 现在的他看起来也很幸福 可能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明星 那样多精家庭幸福 但内心满足又何尝不是一种快乐 林晓峰此次靠综艺翻红 让网友看到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 虽然年龄不小了 但在舞台上上拼尽全力的精神 足以秒杀很多流量鲜肉 舞台表现极富张力 相信日后会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与资源 希望他以后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也期待能够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